过年不给国家添乱行动第一天 这几天朋友圈啊 微博上面各种都是什么 武汉人不要出来啊 或者什么这个那个的 反正一大堆负面消息 我觉得大家能不能理性一点 理性解决问题 口罩不要囤太多 让有些人可以买到口罩 然后尽量少外出 就不外出了 然后做火锅吃 开始准备啊 准备的有点多 因为我准备了 差不多一个星期的食物 可以在家里面 一个人带一个星期 不用出去的 慢慢 我这些蔬菜 大部分都是从家里面带过来的 然后昨天从地里面拔出来的 然后鸭血 牛肉 这个小米椒 是用来调火锅的 调火锅蘸料的 然后这个 这个是千张 本来是想做炒千张的 当然算了吧 涮火锅吧 这些就是我今天的火锅材料啊 这是调配的料底 然后配上麻油在里面 蔬菜 就是莴笋叶子 香肠 然后莴笋 蘑菇 自己腌制的牛肉 这豆制品 反正好多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是 这个是鸭血 这是我腌制的鱼头 今天做鱼头锅 咬开烧 把火锅料下去 这个是 溜溜火锅底料 开毒 水可能有点多 我觉得待会 可能要卖出来 我得去一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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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倒入麻油 我家的麻油的香味 跟市场上买的不一样 这是我家自己 种的芝麻炸的 味道刚刚的 哇 这样麻油不够多呀 算了 少到一点 麻油再少了 一下就跟着这么多 煮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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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要下 先把鱼头下下去 先煮开了 这鱼头昨天就一夜了 我现在 我拿一个鱼头 给我下去 乖乖的 把它洗了 起 在那儿 夜 哎 不行 我已经饿得 前兴贴头胃了 然后这个鱼 还得煮一会儿 但是 我现在可以 涮涮其他的菜 比如说这个 哎呀 太饿了 这娃儿整整 就整到现在了 豆皮可以往下放了 哎呀 你一定要涮熟 这个时候的话 千万得注意 涮熟了 哎呀 吹吹吹吹吹吹 这萌桑叶子现在已经是 机智美味啊 蘸一下 蘸一下 我自己弄的蘸掉 我在火锅店也都是这样蘸 嗯 自家的麻油更香 来 来 我摸不下去 哎 哎 兄弟们 我开吃了 就不熟了 没关系 你对我 我被刷出了 我让我干关系 我 就是 我 被刷担 我